鳳凰 《也許你不可不可以的美女》 柏拉圖談愛 這裡的愛 他在古希臘的文化語境裡面 他大概有三個意思 我們特別講的是Eros 古希臘他們有很多字去談愛 那其中一個字就是Eros 那Eros這個字他大概有三種意思 第一種意思就是 就是性慾 就男女情愛中的這個性慾 那第二種意思是 非常激烈熱情的愛 那這特別是指這個 其實不能說男女 這等一下會解釋 說戀人好了 那第二種意思是戀人之中 非常熱情的愛 那戀人之中非常熱情的愛裡面 一定包含著情慾和性慾 所以性慾在第二個意思裡面 也是這個戀人的熱情的愛的一部分 可是在這個古希臘人的 這個使用語彙當中 Eros他也常常用來當作是 普遍的general的一種desire 一種欲望 但是也一種非常熱情的一種欲望 比如說我非常愛吃甜點 我非常愛這個看小說 也會用Eros這個愛 或者是哲學家非常熱愛真理 也會用Eros這個愛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這個愛 他事實上會有這三個層面的意思 一個是信譽 一個是戀人之間的 非常熱情的情愛 第三個是一個普遍的 非常熱情的一種欲望 那我們在談這個柏拉圖的愛之前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我們當代會怎麼去看待愛 那先讓大家看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歌詞裡面 他一開始就是在講愛愛愛愛愛 而且他一開始的那個進行曲 你問一下是什麼進行曲 一開始那個 那個其實是這個法國的國歌馬塞進行曲 那這首歌的發布的時間是1967年 那他發布的場合 是一個這個BBC舉辦的一個非常大型的一個 這個25國的電視聯播 那是第一次用衛星試圖做25國的這個電視 25國的電視聯播這樣 所以全球大概有這個4億的人口 在看那個黑白電視 那時候還是黑白電視這樣 那原本這個蘇聯啊 就是這個共產國家也有加入的 可是他們在最後前大概一個禮拜退出了 因為發生了這個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的這個 是什麼六日戰爭是不是 那他們就這個共產國家就分而退出這樣 那這個約翰南龍他是這首歌的這個作者 他那時候在想說 我們如果要放一個這個 全世界25國家在看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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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要唱這樣一首歌的話 而且他們是很多國家在接力賽這個唱這個演唱會這樣 那筆頭詞是代表英國 他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代表英國 那我們要傳給世界什麼樣子的訊息 那他們後來選擇的就是 All you need is love 原來他們就寫下這首歌 而且對他們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這首歌的歌詞 不能說錯了 這首歌的歌曲的曲名 All you need is love 這句話這樣 他就說 他後來四歐貝爾文就說 我就是要做 propaganda 我就是要做政治宣傳 我就是要用這個slogan 讓所有的人感受到 我們要傳出來的訊息這樣 就是我們全世界所有的 我們需要就是愛而已 我用那意思了 那其實這首歌非常非常複雜 你如果 副歌的部分是比較簡單 可是你如果一讀到他這歌曲的內容 其實他非常非常複雜 這個其實分析要很久 我們就不分析了這樣 不過這首歌那個時候 1967年代的一個背景是這個 他們正好演唱的時候是所謂的這個 舊金山正在進行所謂的這個 夏天之愛 就是那時候是其實是一個這個反戰 然後這個全世界的年輕人這個 進行的一種這種反消費主義 某種CP主義的運動這樣 所以他們有一個口號其實是 Peace and Love 愛與和平 那這首歌事實上就是打中那時候 幾乎這個全球這樣子一個 年輕人的心裡面這樣 其實我們需要的是愛啊 這個冷戰大家這個對峙的這麼激烈 國際國際戰戰那麼激烈 那國家內部呢 這個工人和這個 剛興起的這個 這個戰後復數的經濟 事實上有很激烈的這個 這個衝突這樣 那如果大家都有愛的話 那這不就是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了嗎 對不對 那這個19多70年代這個反戰 尤其是在美國是反越戰運動 他後來一直延伸到後來這個 種族這個黑冷民權運動 也延伸到後來這個女性主義運動 他是一個 一直滾一直滾的一個雪丘這樣 那其中一直在這個 運動者的這個心中的一個主題 就會是說 All you need is love 為什麼我們不用愛去克服一切這樣 那大家相信愛可以克服一切嗎 這個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約翰南龍他後來有一句話回應 他就講說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在你們這個時代 未來的時代 All you need is love 這句話已經不合時宜了 可是約翰南龍說 沒有沒有這句話永遠是合時宜的 只是你不合時宜而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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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首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YouTube的這個影片 這大家可能更熟悉 好 那這首歌 島嶼天關 楊大禎他作曲的時間其實是這個 行政院佔領 那是25號的當天晚上之後這樣 那楊大禎他想要寫一首歌 激勵這個在場的這個 學運的學生 很年輕人 讓他們就是有勇氣向前進這樣 就經歷了這個行政院的這個區裡的這件事情之後這樣 那時候就和一群這個媒體 這個多媒體製作的這個朋友們合作 然後就他們第一個先播放是在YouTube上面 那楊大禎他也有在到現場去教 那個在現場的這些運動的這些年輕人和學生這樣 就沒想到這個首歌一出來之後就 就瘋狂被點閱 然後就變成了這個整個這個學運的國歌這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首歌的裡面一開始他講的是一個母親 對母親的這個愛這樣 然後他轉向 再轉向是一個對愛人的愛 我不能跟你去看電影 因為我這裡有事這樣 那這裡有事其實主要的是一個這個 其實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在面對一個這個 要去對抗的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事實際上是在這個 讓我們感覺到非常的這個痛苦難過這樣 所以我不能夠離開 我要勇敢的這個留下來這樣 那這當然背後有一個這個 大家信之入民的一個情感 就是大家這樣在那個時候會去講 就是愛台灣 我們基於愛台灣這樣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 熱情和理由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站出來去 阻止我們覺得不該發生的事情這樣 所以愛台灣他 他在這個首歌裡面 他雖然沒有很明確的出現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他是一個背後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情感的一個動機這樣 可是愛台灣這樣的一個情感動機和理由 他去使得這些年輕人和學生出來 做一件非常這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想像的 可以佔領國會佔領二十幾天這樣 這個只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這個 超越平常的一個能量這樣 那為什麼這樣一個情感會有這麼大的能量 可是大家也可以意識到說愛能量這句話 事實上也帶了非常多的爭議 很多人會覺得這句話是有這個 排擠的效果 或是反而是有一個撕裂台灣的一個效果對不對 那你這次說你愛台灣我不愛嘛對不對 你在進行這場運動的時候 你不斷在講說你自己愛台灣站出來 那你到底是說我如果不站出來我就不愛台灣嗎 你是不是在指控我不愛台灣這樣對不對 所以當你強烈去訴求一個這個 對一個政治社群 政治體一個這麼強烈的一個感情的時候 它是有一定程度的這個爭議性 那有點是愛國 愛真正與這種情感我們都知道 它實際上有非常多的這個 負面的可能性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我們的這個鄰國強國 他們有非常強烈的這個愛祖國的這個情感對不對 那你如果這個讓他覺得說 你在污衊這個你在撕裂 你在奮裂這個強國這個祖國的話 他們會有很強烈的這個反應對不對 那背後也是一種對這個祖國的這個愛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愛看起來 它可以激發他們去做非常正面的事情 可是它事實上也非常有非常多的這個 可異的這個負面效果這樣 那在當代在談這個對國家 對政治社群對民主的愛的這個論述裡面 大概有一個論述是一個 試圖用正面的角度去談的 這個論述會說 當代事實上是一個對公民 要求非常高的一個政治體制 他們希望公民能夠進行民主參與 而且這個民主參與 它不只是你在爭取你的權益而已 而且它要求呢 你會去傾聽那些上街的人他們的訴求 傾聽他們受到的傷害 然後你願意去聽了他們的傷害之後呢 進而去修改你們現在的這個政治體制政策 他們的很多公正的原則可能不夠公正 你沒有注意到被殺害那群人這樣 它需要你 它需要你 它需要你事實上非常積極的去投入政治 可是這個投入政治 它有一個很大的部分在於 你必須要能夠去傾聽 然後認真的去思索 然後去修改 去改進你的這個政治體制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的這個政治體制 它也要求很高的公平分配原則 你假的你假的稅 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他會拿去分配給去做社會福利這樣 而且他會分配去做社會福利的這個很多對象啊 也許他一輩子 他是沒有辦法對社會有所貢獻的 很多人是這樣 其實我們老師也沒有什麼太多貢獻這樣 那可是你會想像說 為什麼我的稅 我辛苦專家的收入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三十 要去分配給這麼多的人這樣 這是一個對人一個 一個還蠻高的一個 對於分配公平的這個要求對不對 那如果基於這個 當代自由民主體制 對人這麼強烈的一個 對民主參與的一種要求 然後要求你重視公平分配這個要求的話 就會有一個理論家說 如果你對這個政治社群沒有愛的話 其實你做不到 意思是說啊 公平正義作為一個理念啊 或者是人權作為一個理念啊 他也許可以驅使一些 比較熱情的這個社會運動者 可是對大多數人來說 理念是沒有用的 民主的理念本身沒有幫他打動我 公平正義的理念本身沒有幫他打動我 最後能夠讓我驅使 去做一個民主的公民 去做一個願意公平分配的一個公民 他背後一定是一個對政治社群的愛 這個愛跟公平理念這兩件事情 是可以被區隔開來的 除非我有這麼強烈的一個愛 否則我沒有辦法真正的這個 即使我理解民主公民或者是公平分配 這兩個理念是對的 如果我跟真正義沒有愛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真的去行動 當然會有這樣一個論述 這個論述就會證成這個 對政治社群的愛是必要的 當然這個論述也有他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愛這樣子的一個 作為政治場域的一個情感情緒 它一直都是存在著 我們常常會想要迴避它 因為它具有很大的 這個破壞性和負面的這個排擠性 它也具有很強的一些正面的 這個能量和意義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去了解它 然後試著讓這樣子的愛 成為一種比較正面的一種 創造性的能量 我們有沒有可能 不想要它負面的部分 只想要它正面的部分 我們想要的是這個 愛台灣裡面可以帶來的這個 積極的為台灣的這個 或夢財貢獻的一種能量 但是我們不想要愛台灣背後的那種 這個可能具有了這個排拉性的 這樣子的一種意涵 有沒有可能我們不要這個負面 只要正面 這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這個 轉變我們的愛 讓這個愛成為一種更正面的一種東西 這樣 那這個是這個柏拉圖 和整個西方政治哲學 大多數哲學家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愛這樣一種東西 它具有非常強的這個雙面的這個 兩刃 這個兩刃性這樣 雙面都是刀刃這樣 那你如何保有好的部分 然後不要壞的部分 你透過什麼方式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狀況這樣 那很多這個 從柏拉圖已降 一定是這個 很多人是被柏拉圖啟發 他們都認為說 事實上人的這個 這個創造性 也就是創造性跟人的這個 思考 想要去了解 想要去這個 從自己身上再去創造出一個新的東西 這樣一種創造性的一種這個 這樣一種趨力 它其實跟愛這個現象是相關的 如果你把這個創造性的趨力把它引發出來的話 它可以在你的愛的過程當中去治療你的愛 可以讓你的愛變成一種更完整 一種更穩定 一種更具有排他效果的這個愛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檢驗這個 柏拉圖主義 或是柏拉圖這個 事的這個解決方式 是不是真的能夠幫我們去這個 去更了解我們的愛 甚至去這個 有可能去治療去提升我們的愛 還是說呢 事實上柏拉圖這個解決方式 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按照他的方式去走下去 我們事實上就不認識愛是什麼了 這個 事實上很可能是這樣 就是說 按照柏拉圖這個解法走下去 結果我們會說 那個其實根本不是愛 我們原來愛的最原始的那些美麗 和這個珍貴的東西好像都不見了 那是不是這樣 我們可以再繼續看下去 好 那我們很快就來到這個 回到這個古希臘的這個脈絡 這個大家在讀柏拉圖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在讀很多哲學文本的時候 有些文本跟那個時候的政治社會情勢 是非常密切相關的 你如果不了解那個時候政治社會情勢 你不了解那個文本這樣 可是有些文本 它可以稍微比較脫離那個政治社會情境 它作為一個本身的一個這個哲學論述 本身就非常具有魅力這樣 你其實不知道後面的背景也沒有太大的關係這樣 那柏拉圖它的文本的讀法 事實上這兩種讀法都是可能成立的 可是我們先暫時把柏拉圖 放在一個這個古希臘文明的這個脈絡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所謂的這個雅典民主 它大概主要是從那個西元前508年開始 是有一個很著名的一個政治人物 叫做克萊斯人 它的一個很知名的一個政治改革 那這政治改革事實上就打擊了這個 所有雅典原來的這些貴族家族 還有這些家族之間的聯盟 然後把權力還給大多數的這個雅典公民這樣 這508年 然後這508年到322年 這個雅典的城邦其實他們 後來就被馬其頓打敗了 所以雅典民主也就宣告結束這樣 所以雅典民主你看這樣其實沒有太久的時間 大概是180年左右這樣子 那你看這個雅典民主的這段時間 事實上是我們讀到大多數幾乎所有的這個 所謂的古希臘文學啊 這個對話的路等等的一個主要的時間 都在這段時間寫出來的 那這段時間的人們 這508年到322年這段時間的人們 他們事實上整個希臘的城邦 希臘城邦當然有一兩百個 多的時候可能都會到五六百個這樣 不斷在變化數百個 那這些下城邦事實上大家在流傳了 共同的這個文學文化 其實是和馬寫的史詩 那和馬寫的史詩 最有名就是伊利亞德和奧德賽 那和馬是什麼時候的人 他是一個西元前850年時代的人 所以和馬這個人對於這個 希臘雅典民主城邦人來說 事實上已經是兩三百年前以前的人 大家都沒有人真正認識他這樣 那只有讀他流傳下來的這些史詩故事這樣 那和馬號稱他寫的史詩故事 是西元前一千兩百五十年發生的 那像他寫的最有名就是特羅伊戰爭 就是伊利亞德裡面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角就是這個阿齊里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電影 電影是這個布萊登比特演的 這個阿齊里斯 那這個特羅伊戰爭裡面描寫的這些英雄 也是阿齊里斯 他事實上就成為這個雅典的城邦時代 民主城邦時代 大家最普遍流傳的故事 但他事實上最崇拜的人事實上就是阿齊里斯 他是一個戰無不勝的這個英雄這樣 然後充滿著爭議感 然後為了朋友這個兩肋插刀這樣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令這個雅典的公民們 喜歡的一個一個英雄人物這樣 那流傳下來的 還有這個和馬在這個史詩裡面 描述的這個奧林帕拉斯山上的諸神 那這個諸神 後來這個在雅典的這個民主城邦裡面 大概有十二個主要的神 是大家會去祭拜的 會去犧牲殺牛殺羊 去祭拜這些諸神 那諸神 祭拜可能目的是會要獲取神域 或是要去安撫這個神 那這十二個主神 就是大家相對上熟悉的什麼 宙斯阿波羅阿 雅典娜阿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地獄 這個在地獄的冥王 賀蒂斯 然後波塞頓 對不對 這十二個主神 那還有很多小神 像阿羅斯 我們今天談這個愛 他就是一個小神 他並不是一個什麼主神 所以很少人會去祭拜他 他是一個小神 他的地位遠不如阿富羅代帝 阿富羅代帝是所謂的美神 也是所謂的愛之神 不過他不像阿羅斯 阿羅斯不像他 這麼的受到大家的注目 那這樣子的一個神話 那時候雅典的這個 補西大這些人們是相信的 他們相信說 這些神阿 他們的特性 他們不會死掉 他們不像人會死 還有他們比較 身材比較巨大 力量比較大 像巨人一樣 而且他們的美力阿 他們的智慧阿 他們的快樂阿 都比人來得多 他們比較漂亮 比較聰明 然後又比較快樂 所以你看到對話錄裡面會講說 神是不是比較快樂 他們就會說是 因為那個是 跟他們那時候的一個 一個主要相信的文化這樣 可是這個神他有一個特性 他們的desire和他們行為的選擇 跟人類很類似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諸神的故事裡面 他們事實上會互相忌妒爭 然後這個宙食經常背著他的老婆去通姦 然後這個互相看不爽 然後互相在爭取某個東西 他們完全就像人類的這個世界一樣 就充滿了各種這個 這個比較各種各樣的情感這樣 這個是諸神的這個世界 那這個是古希阿人相信的 那同時這些古希阿人他們也這個 他們在他們城邦裡面 他們事實上是一個這個 非常重視競爭和榮譽的一種政治文化 幾乎各種各樣職業的人 比如說你是一個這個喜劇悲劇詩人 你是一個陶匠工匠 你是一個好的建築師 你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家 大家都想要盡其所難 互相競爭 或是你很好的運動員 然後在競爭過程中 事實上你是想要去貢獻於 給這個城邦的這個榮耀 我們希望能夠把我的這個 這麼美麗的一個作品 能夠貢獻給這個雅典 讓雅典的榮耀這個更上一層這樣 每一個人都是在競爭 試圖去讓自己 能夠去貢獻給這個 這個整個城邦的一個 這個大家共同的這個 珍惜的這個美好的這個事物 美好的這個榮譽這樣 他們是有這樣一個文化的 那在這樣一個互相競爭的文化裡面 被大家認為這個最 the best man 就是說所有大家最敬仰的 對這個政治社群貢獻最大的 大家最欣賞的 最崇拜的 通常是參與政治的政治家 政治家們通常被認為是這個 整個城邦裡面的這個領導的公民 那這些政治家們 或是這些崇政的政治人物 他們必須要在他們的崇政過程中 這個彰顯出他們有各種 卓越的這個德性和能力 比如說他們很勇敢 所以他們這個很善於打仗 這個很善於打仗這件事情 這個在這個古希夏時代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作為一個人幾乎是這個 所有的這個重要的所要德性裡面的 其中一個非常大的一部分 你可以去看蘇格拉底 柏拉圖 他們都其實都曾經參與過戰士 他們其實都是公民戰士 同時是公民也是會出國去 這個打仗的這個戰士 那這樣一種崇拜戰士的文化 事實上是從這個 這個河馬的這個史詩裡面 一路傳下來的 那阿齊里斯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這個打仗這個英雄 他的勇敢是大家最稱道的 所以一直到了這個 古希臘這個雅典民主時期 勇敢善於這個打仗 還是這個公民的這個所要德性 那當然你這次人物不能只會打仗 你可能還要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聰明 而且你要非常的公正 而且你要能夠節制自己 不去追求這個 無止盡的追求財富或是私欲 因為你要以這個 城邦的這個公共善為 你的所要這個 追求的這個目標這樣 那這些政治人物他們通常 是經過很好的教育長大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貧富差距 還是蠻懸殊的 很多人他事實上是工匠 你作為一個工匠的兒子 或是這個階級 你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從小獲得良好的這個教育 你沒有辦法天天去gym裡面 操練身體對不對 你也沒有辦法從小 學各種這個政治啊 軍事的各種這個知識這樣 所以說你要成為一個這個 很優秀的政治人物 通常你是一個 很好家庭出身的人 所以你可能是過去是這個 貴族家族的這個後裔等等這樣 那這些任務他們通常被認為說 如果你要被認為 大家是很稱道的 最優秀的人的話 the best man或是the good man 所謂的最優秀就是 你是人裡面最優秀的那個人 人中之龍鳳對不對 那best man當然是相對於good man 所以good man和best man 其實在講的是同一個意思 你作為一個good man 並不是指說你是一個 道德高超的好人 不是指這個意思而已 他是指你作為人的一個 所有作為人這種特殊的一種種類 人在這個萬物裡面 你把人所有最好的品質表現得最好 做得最卓越的那個人 叫做good man 那good man裡面最好的人當然就是best man 對不對 所以good man他不只是要這個品性 這個很公正 他也要很善於打仗 很善於從事政治 所以他很善於雄辯說服他了 然後很善於了解說 現在這個政策怎麼樣做比較好 讓你堅持做下去 那最後說服大家這樣做的確是對的 那政治人物通常在裡面 被認為是best man和good man的最大的這個 最好最優秀的這個人中之隆空 其實就是政治人物 因為公正這個品質 如果大家覺得是德性裡面最重要的話 政治人物事實上最需要公正這個品質 對因為他掌握了這麼多的公共政治事物 如果你覺得勇敢是這個人的德性裡面 優秀做一個優秀的這個人中之隆空 最重要的一個品質之一的話 政治人物需要打仗 率領大家去打仗 他也最需要勇敢 那當然他也最需要智慧 所以好像人類最重要的幾個德性 實際上政治人物就已經這個充分的 他們是最需要那群人這樣 那同時裡面表現的最好的人 他也是把這些這個作為人的這個品質的 這些卓越的這個能力 就是充分發揮的最好的一群人這樣 所以意思是說在雅典的這個政治文化裡面 大家事實上最崇拜 覺得最優秀的其實那些這個 那些政治人物 而且是一些非常卓越的政治人物 不只是隨便的政治人物這樣 那阿七底是當然就是 過去政治人物的一個表率這樣 這個是這個雅典的這個政治文化 那在雅典的這個時候 他們對於這個情愛的這個文化 其實現在很難準確地知道 他們對於情愛的這個社會文化是什麼 我們只能從一些這個 零零碎碎的歷史篇端知道 不過大概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說 他們並不特別在意 這個戀人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 就是你喜歡的對象是男是女 並不是identify你的性傾向最重要的一個辯論的這個指標 在我們當代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異性戀或是同性戀 其實我們開始鼓勵 不是鼓勵 開始去這個平等地對待不同性向的人 我們還是會非常的清楚地去 把同性戀異性戀當作是一個人重要的一個性傾向的一個特徵 據說古希臘他們事實上認為這個特徵不重要 代表他們認為這個東西太自然 每個人都可能愛同性或是異性這樣 所以這個太自然了 那真正重要的 做一個性戀上最重要的特徵 對古希臘人來講 是你是愛人者還是你是被愛者 就在一個關係裡面 愛人者和被愛者 對古希臘人說非常的重要 你是愛人者還是你是被愛者 那這樣一種重要性我們可以從這個 古希臘他們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男性之間的某一種這個戀人關係 他叫做這個 你不記得記得 這是男性之間的某一種戀人關係 那理想的男性的戀人關係是這樣子 理想的 最理想化 就裡面要有一個是年長的二十幾歲的男性 要有一個是年幼的十幾歲的男性 那這個十幾歲的男性呢 他通常被認為是非常漂亮的一個男子 就是很乾淨然後很美麗這樣 那二十幾歲的男性是被認為是這個 在各方面都很成熟的男子 就是他 他對於城邦的事物啊 他的這個 智慧啊 勇敢啊 各方面都非常的成熟 然後也有相當的這個社會地位 然後也有相當的這個財富這樣 是這樣一種 然後這個成年的這個男子 他其實就是lover 他其實是愛人者 那十幾歲的小男孩是比love 是被愛者這樣 那這個愛人者呢 在這個理想的這個paterosity關係裡面 愛人者對被愛者是有信譽的 可是呢 這個被愛者 就是這個小男孩啊 他對這個成年男子啊 是沒有信譽的 可是他對他有很強烈的這個 有愛和這個依戀的這個情感這樣 那他們這個關係被古希亞人是非常肯定 因為在這個關係裡面啊 那個成年男子會不斷的想要交這個 這個年輕的這個十幾歲的這個小男孩啊 各種各樣的這個成為一個成年男子 需要的各種知識 告訴他怎麼打仗 怎麼參與政治事務 怎麼樣這個有一個做一個好的這個演說家 然後怎麼樣去做一個正確的公共選擇這樣 他會在這個關係裡面 他想要盡其所呢去教育這個小男孩 然後這個小男孩會從中獲得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也會非常依戀非常愛慕這個成年男子這樣 不過他們的這個信譽在理想的關係裡面是單向的 就只有成年男子會喜歡這個小男孩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在古希臘的這個程度裡面 是一個穩定的關係 就好像我們有一個男女朋友這樣一個理想人 理想男女朋友關係是什麼 在我們這社會裡面是有一個相對清楚的一個角色 但那個時候 男子之間的這個戀人關係 有一種理想型是這樣一種理想型 那當然很多人會發現說 事實上很多的這個有名的這個戀人間的關係 男人間的關係 他並不是完全符合這個理想型 所以代表說這個戀人並不是他沒有真正框線 古希臘的這些人們之間怎麼互相愛對方這樣 那在這個理想型的這個理想模型裡面 當這個成年男子從二十幾歲變成三十幾歲之後 他就會被要求結婚 跟一個女性結婚 因為為了要傳宗接待 然後他因此就會跟這個 年幼的這個男性就開始斷絕了過去的戀人關係 就進入婚姻裡面這樣 是為了傳宗接待 是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社會的這個要求而進入婚姻裡面這樣 就是在這個Pedrasti這個關係 是這樣子的 那事實上很多 比如說我們知道的很有名的這個戀人 他們事實上並沒有那麼清楚這樣一個關係 比如說這個 我們講的阿齊里斯 大家知道阿齊里斯 他因為這個阿格曼隆這個大元帥 因為分配這個戰爭的這個勝利品不公平 然後起而挑戰阿格曼隆 阿格曼隆就很嚴厲的就懲罰他 剝奪他很多很多東西這樣 所以阿齊里斯他就奮而在特羅伊戰爭沉淺 他就不出戰這樣 他不出戰之後就導致了整個這個西大元帥 全滅了 因為西大元帥沒有阿齊里斯 其實就打不贏這個特羅伊城的這個英勇的戰士們這樣 那最後讓阿齊里斯願意出來打仗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因為 Pedrastalis就是這個佩托利斯 佩托利斯有點玩笑的名字 這個佩托利斯他後來就發現這樣不行 他就去偷阿齊里斯的盔甲和盾牌 就上場打仗 那他一出現之後整個西大元帥 西大元帥就這個士氣大勝 然後特羅伊城就開始節節敗退這樣子 可是畢竟他這個並不是真正阿齊里斯 所以他後來這個佩托利斯他其實後來就被這個特羅伊城的一個大將 其實他主要這個主將就把他殺了這樣 那阿齊里斯就非常非常憤怒 極度的憤怒 他本來就是巨額出戰 不幫這個西大領軍打仗 那因為佩托利斯死掉 他就非常的憤怒就去跟他的這個媽媽 他媽媽是一個女神啊 就是求各種各樣的這個武器啊 然後就穿戴了非常這個厲害的這個回家的武器就出戰了 然後就是因為他後來重新出戰 他就整個把這個特羅伊城就打敗了這樣子 那關鍵在於佩托利斯是誰 他是阿齊里斯的誰 為什麼阿齊里斯會這麼的生氣 那實際上河馬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後來的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西大居作家 就說他其實是一對戀人 可是這對戀人裡面誰是愛人者誰是被愛者 他們是不是相差十歲左右 誰是二十幾歲誰是十幾歲 其實不清楚 兩個人年紀差不多 可是兩個年紀差不多 事實上就違反了這個 這個 這個關係裡面的一個基本的這個 norm 就像男女朋友的關係 我們大概不會覺得 七十幾歲的老翁跟這個十幾歲的這個 不管是男性女性是一個 norm 會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 norm 只是單純說他並不是一個正常的一般的情況 就是說這樣Petorosity的這種 這跟一種比較理想的關係 他事實上並沒有真正局限的西大人怎麼互相愛彼此 那甚至這關係事實上在古希臘裡面 他之前被提到 甚至在古希臘他們第一次推翻 Tyrant暴君 然後成為一個準民主城邦的一個過程 推翻那個暴君也是兩個相戀的這個男性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這樣子一種文化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們在讀這個 Symposium的時候 你們就會注意到 他竟然會用 Boy當作是那個被愛的人 而且他甚至在這個 埃斯多芬講的這個故事裡面 他講故事非常動人 就是說這個人在最原初 事實上是一個球形的一個人 你是一個原性體 大家應該有讀嘛對不對 其實是一個非常動人的一個故事這樣 那這個球形體 那你後來是因為你過度的驕傲傲慢 你想要挑戰神 所以宙斯就很生氣 拍阿波羅用閃電幫你們劈成兩半這樣 所以人就分裂成兩半 那原本我們在球形的原初狀態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有兩個臉孔這樣 然後所有的器官都有兩個 所以四隻手 四隻腳 可是有些人在球形狀態的時候 是男男 有些是男女 有些是女女 對不對 所以你切了一半之後 然後你到了我們這個縣市中的時候 每一個人會去追尋 想要去追尋他 自己最原初的那是另一半 有些人會追尋男性 有些人會追尋女性 有些人會追尋異性 有些人會追尋同性 其實他是命定的 因為你的前世 你在球形體的時候 你是男男女女 或是女男其實就已經決定了 你在這輩子會去追尋哪一種 哪一種先別的這個人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埃斯多芬妮斯他會說 男男是裡面的愛裡面 比較高的一種形式 你們會覺得他們對不對 為什麼會是一個比較高的形式 這其實是在一個古西亞文化裡面 是可以被了解的 因為古西亞他們強調的 Vessman 其實是勇武的 公正的 非常能夠雄變的政治人物 所以這政治人物他們的特質 通常會認為說 你這個人很有男子氣概 你就是一個最優秀最好的一個人 所以男子氣概是描寫 一個人是人中之龍鳳 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所以女性當然也可以被認為說 很有男子氣概 可是你被稱讚的那些特質 就是我們一般 他們那時候一般會稱讚 男性會用的那些特質 很勇敢 很公正 然後很善於這個 處理政治事務等等這樣 那在這個 像一種男男的關係裡面 對阿里斯多芬妮斯 對古西亞人來講說 他是一種最能夠把 Voy 培養成manly man的一種關係 那能夠把一個Voy 培養成manly man 就會被認為是一個 非常理想的一種 這個戀人這個形式 因為你培養出我們這個城邦 最需要的一種政治人物這樣 一種人這樣 對不對 好 那這是整個古西亞文化文明的背景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柏拉圖 事實上柏拉圖在這個 古西亞亞典的這個 這個城邦的這個生活裡面 他出生的相對比較晚 他是這個西亞元前427年出生的 然後在西亞元前這個 三四七年過世這樣 那他再生的這段時間 他的老子蘇格拉底在西亞元前399年 被這個希臘的這個民主的這個體制 就是判了他死刑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蘇格拉底他到處找年輕人聊天 然後不斷的質問年輕人他們的這個 原本對城邦的這個堅定的這個信仰 然後讓這些年輕人對城邦的堅定信仰感到動搖這樣 那這樣一種事情對亞典來說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這樣 那他們就覺得這個蘇格拉底褻瀆神 所以他們後來進行一個這個審判就是判他這個死刑這樣 那很有名的一個段故事就是說這個蘇格拉底 他事實上是有能力逃走的 他後來選擇不逃走 就是後來就是這個被判這個死刑 那你可以想像柏拉圖做一個蘇格拉底的學生 他在他老師被判死刑之後 他已經極度悲憤對不對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從小相信的民主體制 最後去殺了一個他覺得最好最優秀的一個人 就是他的老師這樣 為什麼我這個老師做了一個對知識追求的熱情如此純粹 如此這個棄而不捨 然後不斷地追求成為一個更公正更美麗的靈魂的這樣一個人 他最後會被這個亞典的這個民主體制判死刑 亞典民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把他的這個對他的路實上閱讀成 他事實上是對於亞典的這個政治文化政治體制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徹底的一個反省和批判 那柏拉圖他的文筆非常的曲折 你其實不太容易知道柏拉圖他自己最後支持的體制 是不是他反對民主體制 很多人比較簡單的選擇會說 事實上這個柏拉圖他後來再來是這個貴族制 和這個寡頭制這一篇 而徹底的反對民主體制 可是你如果徹底仔細的閱讀他 你可能會覺得柏拉圖其實不是這個樣子這樣 他非常曲折的要把他老師辯護 就老師他作為一個哲學家 Philosopher 他事實上是比Politician是更卓越的人 他要去講這件事情 講這件事情事實上對於古希臘的人來說是不得了的 因為他們那時候覺得哲學家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他們會看到蘇格拉圖忽然就會蹲在路邊 在那邊看那個研究一個青蛙或是蝌蚪看很久這樣 會看到蘇格拉圖忽然看著新工具看很久這樣 然後整天在這個菜市場跟別人聊天 這樣子的一種人哲學家 他怎麼可能會比我們這個Politician 我們剛才講的那樣子一種人中農諷之人 更是更好的人呢 這樣一種人家怎麼可能是把人的品質 真正發揮到更好的一種人呢 對那時候古希臘人來說是完全不理 他們覺得哲學家要不然就是一群詭辯的辯士 他們通常在法庭裡面幫那些這個 其實是熊手的人辯護 然後事實上把案子從黑的變成白的這樣 就好像這個對 就像非常善於辯護講話 可是他們事實上是不可信的一群人 要不然他們去研究各種奇怪的知識 對我們這個城邦根本沒有幫助 而且他不斷的想要去顛覆我們城邦原本的信仰 這些信仰對我們城邦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這個城邦就是非常的這個 對雅典娜非常的前進 所以我們非常相信楊典娜所有的神語 所有的話語 那我們捍衛的城邦其實就是在捍衛楊典娜 他所肯定的那種生活方式 可是你今天蘇格拉底整天在顛覆我們年輕人 告訴我們年輕人說 雅典娜這個神真的是一個真正好的神嗎 會不會有更好的神呢 這個宇宙會不會有一個更理性的原則 是超越這些奧林皮之山的這些諸神之上呢 對不對 當蘇格拉底再去不斷的質疑雅典的這個 穩定的真正信仰的時候 他其實對雅典的這些真正人來說是很危險的 這就是他不知道在搞什麼 對不對 可是對於柏拉圖來講 他就會認為說不不不 其實我的老師他在講的這些事情 事實上蘇格拉底真正在講什麼 我們是不知道的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情 因為蘇格拉底他自己留下來的話語非常非常的少 可能在法庭中的某幾句辯論的幾句話而已 所以我們大多數對蘇格拉底的表演都是柏拉圖寫下來的 柏拉圖寫下來的應該主要都是柏拉圖自己的想法 而並不是蘇格拉底真正他的想法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蘇格拉底事實上都是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 大家要記得 對他來講說 對柏拉圖來講說 這些雅典人 這些古夏他們相信 奧林P13這些諸神 已經是宇宙的最高原理 這怎麼可能 這些諸神他們互相因為嫉妒憤怒 各種不同的原因通姦 然後互相打仗搶奪東西 他們的這個行為跟人類一樣這麼的卑鄙 他們怎麼可能會是這個宇宙最高的一種 這個原理的存在 如果你真正相信這些神的這些作為 是這個宇宙最終的一個組成的 最高的一種形式和原則的話 你這個城邦一定 一定in big trouble 對不對 你模仿的是宙師啊 宙師他是會去通姦的對不對 你模仿的是這個 Hedis 或是你模仿的是波賽頓阿波羅 這些人經常因為暴怒都是很可怕的行為 幾乎毀滅了整個這個一個城邦 或是一個神的神殿這樣子 就是如果這些希臘諸神 是我們這些雅典人 該崇拜膜拜的對象的話 那我們怎麼可能會擁有一個美好的政治生活 對不對 是不是要有某一些更高的原理原則 事實上在這些諸神之上的 我們才有可能因為相信那些東西 而讓我們的城邦變得相對上比較穩定 比較公正 比較團結 要不然你就是整天就是學著阿祈禮師 忽然因為暴怒憤怒就不打仗了對不對 然後忽然暴怒憤怒你 忽然你的朋友死掉 你又衝出去打別人這樣 你怎麼會去崇拜這樣子一種人 對不對 所以對波羅來講 他認為說真正要讓古希臘城邦 成為一個真正公平穩定的城邦 我們必須要進行一個徹底的文化革命 這革命必須要去推翻 這些希臘諸神 就是宇宙最終的一個最高的一個註成 必須要推翻 像阿祈禮這樣一種政治人物 是我們最該崇拜的這個對象 那也必須要去檢討 民主制裡面 這些民主的公民 他們的思考他們的人格他們的慾望 如果沒有經過一些更好的教育的話 這樣這個民主就是沒有節制的這個民主 他沒有智慧的民主 沒有智慧沒有節制的民主 當然就會把我的老師判死刑這樣 對不對 那他進行一個徹底的這樣一個政治文化的革命 和這個思想上的革命 還有政治上的這個轉變 他就開始寫他的對話錄 所以大家可以一定程度上把他的對話錄寫成 事實上是對於那個時候的這個古希臘文化 一個非常徹底的激進的介入這樣 所以當他在講 在我們的對話錄他在講說 為什麼 你從原本愛一個城邦 非常熱愛你的城邦 為了你的城邦願意捨身赴死 到最後你發現 事實上做為一個哲學家 對知識的熱情和愛 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愛 而且這個愛呢 他事實上包含了原本對城邦的愛 可是他又超越了對城邦的愛 所以他是一種更穩定更廣闊的愛 他是一種更整合更完全的一種愛 所以哲學家的思考的活動 就是愛的東西 事實上是比你們這些雅典的這些偉大的政治人物來的更高的 他要去講的是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打藥老 他其實是一個對他們這個政治化非常激進的一個批判的一個打藥老 然後他也是危險的 這個東西如果若在那個時候被流傳 這個柏拉圖他可能也會這個 這個被這個雅典公民抓去審判這樣 你是不是在這個顛覆我們這個城邦的這個政治文化這樣 這個是這個柏拉圖的這個背景 那在那個時候的這個雅典的時代裡面 雅典時代並不是一個這個和平的黃金時代 是他不斷的面臨戰爭 那他們面臨至少四場重大戰爭 第一場戰爭就是這個三百 就是這個雅典和這個斯巴達聯手擊退的這個波斯的這個入侵 那第二次戰爭他們又再擊退了一次 然後再擊退了第二次之後 雅典就就開始覺得這個偉大起來 因為他覺得說我們要防止波斯這個波斯的入侵 最好的方式實際上是成立一個大聯 這個國際的一個大聯盟 所以他們就成立一個這個大聯盟 在西元前四七八年 可是實際上成立了大聯盟之後 實際上雅典他就成為這個整個這個國際的這個 這個國際聯盟的一個主要的這個 所要的這個領袖這樣 那雅典開始鞏固他的這個帝國主義 那你看這個就是那個這個這個這個後來這個發展 那雅典原本只有在這裡 那這個波斯在這裡 Persia在這裡 後來雅典就把就許多的城邦結合起來 就是這大大小小的城邦結合起來 然後成為一個這個大聯邦 要共同的對開Persia 可是雅典在成為這樣一個大聯邦統帥之後 他就開始對大家敘所無度 既然我們是一個聯邦啊 所以你要貢獻軍隊啊 就跟美國一樣 你要貢獻錢啊 你要貢獻人啊 對不對 這樣我們這個大聯盟才能夠這個這個維持住假 那如果不願意貢獻的人呢 他就會被這個雅典懲罰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專制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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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帝國的這個形式這樣 那雅典在結盟的對象幾乎都是民主的城邦 可是呢 這個 這邊呢 就是這個斯巴達 斯巴達他們實際上是一個這個 以貴族制為首的一個 一個主要體制的這個城邦 那貴族制和寡頭體制 這個是 你稱讚他你就會說貴族制 因為貴族制理想來說他是 Nobility Nobleman 他是高貴的人統治 高貴人就是知識和這個道德品質 比較高的人在統治的意思這樣 可是事實上通常都是這個 良好出身的家庭 富裕的家庭 能夠有這麼好的這個教育這樣 所以貴族制理想通常也變成是一個有錢人統治的一個體制這樣 所以他的負面他其實就是寡頭統治 就是這個城邦裡面就是那些有錢的那幾個家族在統治這樣 那對斯巴達來說 貴族制是一個比較好的體制啊 你如果讓大多數的公民都有投票權的話 那大多數的公民他們根本沒有受過基本教育 他們也不會打仗 那你怎麼會讓他們去決定政治事務呢 那這個貴族制和這個民主制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在當時非常非常的激烈 而且這個斯巴達他後來也成立了一個聯軍這樣 那後來斯巴達聯盟和雅典聯盟他們又打了兩次戰爭 就是很有名的這個波羅本尼莎戰爭這樣 那這兩次戰爭事實上 不只是戰爭非常的殘酷和徹底 事實上在整個戰爭的這個中間的休息的時間 或是戰爭的這個前後 事實上貴族制就是寡頭派和民主派 這兩種政治派系的這個衝突 在每一個城邦都有在發生 而且你如果在一個寡頭體制的這個國家裡面 你作為一個民主派的人 你通常會去勾結雅典 然後來去打你國家的這個寡頭派的那些貴族 那你如果在民主派你是一個寡頭派的人 在民主體制裡面你是寡頭派的人 你會去勾結斯巴達這樣 所以事實上他們國際戰爭也變他們國內之間的這個內戰一樣 那那時候其實是非常非常慘烈的 就連雅典都曾經在 你看 曾經在這個 411年的時候被這個寡頭的這個革命論子推翻 那事實上大概到了這個 二三十年之後民主才慢慢復甦這樣 那你可以想像 對那個時候這個雅典的這個民主的公民來講 這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這些人有多危險 他們是不是跟寡頭派這些人是相通的 他們意識形態是不是在幫助這些寡頭派的人 如果只有你這個哲學家透過這麼嚴格的這個知識教育 才能夠真正了解政治的話 你是不是在講我們這些一般的公民根本不了解政治 不應該參與政治 所以而且你看喔 柏拉圖對話錄裡面這些人啊 不只是 特別是理想國 裡面那些對話錄那些角色啊 甚至包括這個 Simpolian這些角色啊 他裡面有幾個人 後來去參加了這個寡頭派的革命 他們是當時寡頭革命分子這樣 所以大家就更懷疑的 你這些蘇格拉 因為蘇格拉底他們 他們有時候對話的對象 其實很多都是貴族家庭的人啊 那你跟這些寡頭革命分子 這個相通的這麼近 那是不是對我們雅典民主體制 事事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這樣 所以你看這個柏拉圖和雅里斯多 他們的這個行為 他們的作品啊 在那個時代是有還蠻深的一個政治意義 因為那個時候的這個寡頭和民主之境的 這個慘烈的這個鬥爭這樣 這是我們大概一個脈絡 我們接下來這50分鐘 要從一個愛的故事做一個開端這樣 那這愛的故事的這個女主角 她叫做這個品渝這樣 這個品渝她是我之前一個學生的名字 但這不是她的故事 大家不要誤會 那話說啊 這個品渝這個 她是一個女孩子 她是台大政治系的這個學生這樣子 那品渝她是一個這個在學校 她是一個非常這個熱情愛講話的一個學生這樣 她熱情的可愛之處在於說 她喜歡把人與人之間串在一起這樣 因為大家知道進大學之後 事實上課很分散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變成一群一群一群這樣 然後鼻子之間老死不想往來這樣 可是品渝這個學校其實很可愛 她其實經常會把這群和這群串在一起 她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大家就出遊啊 或者去幹嘛一起去幹嘛這樣子 她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一個 而且她是 而且她非常具有同情心同儀心 就是她跟別人講話說 她很容易去 了解到別人的這個困惑困難 而且她呢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 學習語言的一個學生這樣 她在到了大山 就是到處去修各種各樣的語言的課 所以她很喜歡法語言 很喜歡日語這樣 她是一個非常喜歡學習語言課的一個女孩子這樣 那她課場的 課語的時間她喜歡去游泳 那她這個 成績也還不錯這樣 那她尤其當然是喜歡上政治哲學這門課這樣 好 那這個學生呢 她品渝這你們的同學 這是假的對不對 奇怪 你們就發現怎麼這個禮拜她都沒有來上課 那就問她說 為什麼為什麼她沒有來上課 大家其實都不知道 然後大家就發現 她期中考怎麼好像考得非常非常差 不像原本應該的她這樣 她其實功課沒有非常非常 她沒有拿書卷 她其實對她有興趣的課都會很投入這樣 可是現在就連她有興趣的課都便沒有達到 她原本可以拿到的分數這樣 而且她這學期進場就是 也不在課堂上 不知道去了哪裡 那這個禮拜幾乎沒有來上課這樣 那她就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那後來呢 結果有人就傳出來說品渝住院了 她在醫院裡面這樣 然後她摔車說她住院 然後當然同學就會組織一群人去看她對不對 大家就去看這個品渝同學這樣 然後就發現她摔車其實摔車還蠻嚴重的 可是這個也沒有什麼大礙這樣 就是出院之後大概慢慢都會復原這樣 可是當場其實還蠻嚴重的 就是有骨折啊 然後有這個皮膚的這個裂傷啊 然後大家就很關心她 然後問她說這個你最近還好嗎 這個怎麼會摔車啊 那那品渝就有點虛弱 就也沒有講太多的話 那她當然就是很抱歉 她就覺得說自己摔車讓同學們來看真的太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實在太不好意思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就回去沒有關係這樣 那大家就回去了 那在這個大家回去之後 這個門口轉角就出現了一個男生這樣 那這個男生呢 她叫做這個 這個男生呢叫做廷尾 這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廷尾就走出來 就是趁同學們都離開之後 然後她就坐在這個品渝的這個床邊 然後就牽著她的手 然後就說 我知道你摔車其實是 不完全是這個意外對不對 你其實是有點在故意傷害自己 對不對 而且你傷害自己呢 其實你是想要報復我 是不是 趴一趴躺的過去 沒有 那品渝就很難過 但是她也不知道回答什麼 然後她就點點頭這樣 那原來應該不是這樣 原來品渝一直喜歡這個廷尾 對可是這個廷尾 事實上有別的女朋友 那所以品渝也無法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 可是有一次上個月她們出油的時候 那大家就是喝了一點酒 然後這個品渝就不小心 就對這個廷尾就吐述了 吐述了她的情感這樣 那廷尾她就很感動 她情不自禁就這個 親了這個 親了這個品渝這樣 對 那他們兩個就很開心 就是這樣 手牽手就趁她要不注意的時候 就這樣就動了這樣 可是後來回到學校 對而且還上了床 你是怎麼樣 對 對 但這樣隔天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情緒就避而不見面這樣 其實品渝覺得很羞困 因為她覺得她是一個女朋友 她覺得她沒有連見品渝這樣 而且還不知道怎麼見她的這個女朋友這樣 對 可是她就一直避不見面 然後這個品渝就非常非常的生氣 就是為什麼就避不見面這樣 那明明應該也是對我有感覺這樣 那我明明這麼這麼喜歡你 然後你也對我有感覺 為什麼你不去面對這件事情這樣 哇 超把辣的 然後 哭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其實這個 挺尾就跟她的女朋友分手了 跟她的女朋友分手了 那這個 挺尾聽人 其實知道了之後 心裡當然是非常的 就是有點偷偷的高興 說這個 那挺尾會不會跟她在一起 那挺尾也沒有 挺尾也一直避開她 那挺尾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明明就跟你的女朋友分手 為什麼你還是不跟我在一起這樣 那所以在有一天晚上 這品渝就 就非常生氣也非常難過 他就騎車就騎得超快 就不是他平常的這個速度 他平常其實都很小心這樣 然後超快這樣 然後過了紅綠燈他也不太快這樣 那果然他就這個摔車受傷了 所以這等於是辦故意的這樣 好 那那個挺尾就坐在他的床邊 就跟他就說 我知道你其實是故意要懲罰我這樣 那其實 其實挺尾其實是很喜歡他的 所以挺尾他就選擇去他的床邊 就躺了下來 就陪他這個 躺在病床上能夠幹嘛 躺在病床上能夠幹嘛 對 就躺了下來這樣 好 那挺尾就非常非常的開心 他也非常非常的難過 那他幾乎不能夠呼吸 他就覺得怎麼 真的能夠跟挺尾這樣在一起 他就幾乎不能夠呼吸 那他想像 好像挺尾在幫他呼吸一樣 因為他自己幾乎是不能夠呼吸 他是太激動了這樣子 而且他就覺得他很難睡著這樣 那可是呢 挺尾一睡著眼皮一合上 他自己也跟著被挺尾帶進夢鄉 就等於他這個人幾乎就被挺尾所控制 所以挺尾一睡著他這個眼皮就一起睡著 那一睡著之後 這個 這個 挺尾他這個 眼睛裡面就開始 散發了這個光芒 就是他進入一個很美的這個夢境這樣 那他就夢到了這個非常漂亮的綠色草品 然後非常漂亮的湖邊 那他就是 走到這個湖邊 然後這湖邊 旁邊他就開始看到那個湖邊 然後就看到他自己 這樣 然後就一直看 一直看 他就開始 哭了起來 那他這個哭裡面是帶著很強烈的這個欲望 就是他非常非常非常渴望跟這個廷尾在一起 他就非常非常非常害怕失去他 對不對 因為你這麼這麼渴望的去 去擁有一個人所有的全部 這如何可能是這樣 如何可能 而且現在挺尾就一舉一動就完全 控制著他這樣 那這種被控制的感覺 既覺得非常的開心 也覺得非常的這個無助這樣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這個 就是實在是太矮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他感覺到他對這個廷尾的這個需求實在太深了這樣 那兩個人其實就在一起了 那這個品羽他大概住院住了一個月左右 可是這個月後來就回到這個班上 可是你會發現品羽他其實並沒有特別的快樂 他也是表現得經常悶悶不樂也是很悲傷的樣子 其實他和這個廷尾在一起 那為什麼 這要從亞里斯多芬的故事講起 就是說 原本品羽是一個很快樂熱情很完整的一個人 他覺得他不需要 他需要很多朋友 可是他不需要這麼強烈的需要一個人 可是今天他談了這場戀愛 他就如同亞里斯多芬說的一樣 他好像受傷了一樣 就是愛他並不是一個所有事情的解放 他是一個受傷的一個狀態 他好像被阿波羅砍了一半這樣 然後那是有傷口的 然後這個傷口是需要去療癒的 愛是一種等待被療癒 是一個有傷口的一種狀態這樣 而且在這個愛裡面 他會非常非常的想要去 整個全神灌注在廷尾這個人身上 所以他事實上在談戀愛的這段時間裡面 他幾乎所有的事情都不管了 他也不太去上課 然後他也不太再去游泳了 然後也不太再去學他喜歡學的這個語言了 他就完全整個人就是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就如同這個愛里斯文文說的一樣 當你第一次找到你的這個另一半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雙手抱著他 然後一直盯著他 然後你連吃飯都不想去吃 所以你就餓死了對不對 不是真假的啊 就是你所有一切的東西你都不想管 就是你就完全只想 全神灌注在他身上這樣 對不對 那是一種愛的一種很強烈的一種渴望 你所有的一切都變得不重要 你就想完全的這個obsessive 完全的這個鎖在他的身上這樣 而且你從中感覺到 非常強烈的一種不完整的感覺 原本你會覺得你是一個 不需要太特地 你覺得你很完整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覺得你非常非常的不完整 你變得是 incomplete 而且 insufficient 你也完全的無法自我滿足自己 然後你會覺得說 你有一個很深很深的這個渴求 想要去擁有對方深信的這個全部 對方如果有一刻沒有注意到 你就會覺得非常非常擔心 然後你會覺得你非常非常的依賴對方 非常非常的依賴 可是你知道你這樣子這種依賴 你這樣子一種對方的渴求和渴望 是沒有辦法被穩定滿足的 因為人畢竟是一種有限的動物 人會不斷的變化 你會變化對方也會變化 所以你這種那麼強烈的渴望需求 然後這麼強烈的一種依賴感 是永遠沒有辦法獲得這個完全 安全和穩定的這個滿足這樣 而且你又發現廷尾竟然去跟他的前流講話這樣 所以在這種非常非常非常這個 強烈的依賴的情況下 你就很想要去徹底的佔有他 控制他這樣 你不准幹嘛 你不准幹嘛 你會想要非常徹底的 控制他和佔有他 可是你發現你這個控制和佔有是徒勞無功的 你反而越去控制你越感覺到自己的這個無助 自己是沒有力量的powerless 自己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 所以你在愛裡面 你事實上是感覺到自己的這個 失去對自己的掌握 完全的依賴 感覺到自己的不完全 感覺到自己是完全沒有力量的 你是powerless 你沒有辦法這個 擁有自己過去那樣子 能夠控制自己的選擇和這個需求的這個能力這樣 好 而且你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因為太痛苦了 你就如同這個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兩個人他睡在這個病床上的這個經驗 體育他幾乎想要讓自己的這個思緒完全消失 因為這個經驗才太痛苦 他會想完全讓自己生命中所有的選擇和控制都消失 因為任何的選擇控制行動 都會讓你們之間的愛變得更不穩定 雖然有一種自我讓自己的思緒 讓自己整個人消失的傾向 完全的被對方控制 你反而會覺得是有安全感的 雖然有一種自我毀滅的一種傾向 希望自己是消失的 可是呢 當你有這麼強烈的無助和依賴感的時候 事實上你心中會很恨 對不對 你會恨這個挺尾 為什麼讓你變得這麼的無助 你原本其實並不是一個這麼無助的一個人 你原本並不是一個這麼需求單獨一個人的這個人 你原本是一個快樂健康活潑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你會很恨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他讓你變得這麼的無助 為什麼他讓你這個 為什麼他讓你這個變得這麼的沒有辦法去控制自己 變得這麼的需要另外一個人 所以你甚至會想去報復他 因為他是讓你這個 這麼無助的這個來源 所以你對他同時帶著很深愛 又帶著某種報復 可是你報復他 你看他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想要完全的抹除他 如果他完全消失的話 我就不會再進入這種無助的狀態了 對不對 所以你甚至有時候會完全的不想見到他 想說這段關係就結束算了 所以有時候這個 平衡他也會逃避這個庭位 就說我關係結束 這個關係是太痛苦了這樣子 他會有這種報復的這個念頭這樣 好 這是不是愛 這跟大家心中想像愛 如果你曾經愛得這麼強烈的話 你大概可以體會 這確實是愛的這個某些面向一樣 所以愛是 愛並不是一個 All you need is love 這樣一個好像萬物的這個解藥 他其實在阿里斯多芬的這個 阿里斯多芬的這個 阿里斯多芬其實把愛的這個trauma agony agony就是那個痛苦描寫的最好 你好像有一個要去 真正讓你回復到原來的那個 完整的自己的那個對象 被從你身上割開 所以你帶有傷口 所以你非常的處於一種 非常的需要他的這個狀態 然後你如果抓到他的話 你會整天想跟他在一起 你會永遠想跟他在一起 你會一時都不想要離開他 他這樣 這也是這個愛是多芬老鼠的這個故事 你看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愛啊 它帶有非常強烈的破壞性 你可能會這個讓自己這個消失 你可能會讓對方這個消失 可是它也帶有非常強烈的 一種正面的這個能量 今天如果我們班進入 世術列車的劇情啊 就是有一群那個僵屍在旁邊 準備要湧進我們班上 你可以想像 平尾和平尾 就會奮不顧不顧 再去打那些僵屍 為了保護自己的這個戀人 對不對 這個愛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你看我們要怎麼樣去跟平尾講說 你這樣都不來上課也不是辦法 你已經跟平尾在一起 你為什麼還是這麼勢文落魄 你為什麼還是那麼憂鬱 你為什麼還是那麼擔心恐懼 我們要怎麼去說服他 讓他能夠回復到一個 比較好的一種狀態呢 那這個時候呢 班上同學就決定派出一個team 去想辦法去安慰這個team 那這個team 因為這個 上過了西洋真是哲學 所以他們 學過這個Diotima的這個教訓 Diotima在這個 對他裡面是一個非常神秘的這個名字 那他事實上在其他這個 古夏傳說裡面都沒有出現 那他大概是一個所謂的seal 那他知道seal這個角色 在這個西洋政治哲學 相信下面非常重要 seal是什麼 seal是這個 類似像女巫啊 預言者啊 或是可以感受到這個 看到過去看到未來 這樣的一種 預言者有女巫 有超自然能力的這個角色這樣 那seal曾經幫助雅典就是 填富了他們原本的一個文藝這樣 文藝其實還蠻嚴重的這樣 那蘇格拉底有一天遇到Diotima 這個神秘的這個名字 那Diotima就教了 蘇格拉底什麼是愛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同學就這個 決定這個要去安慰這個評語這樣 這個我們事實上這個 已經學會了什麼是愛了 那我們事實上是可能有辦法 能夠讓評語回不到 一個健康自然的一個狀態之下 好 那大家記得這個在文藝裡面這個Diotima 他一開始就是要先去定義 什麼是愛對不對 不好意思樂 那你看 我把他這個argument的過程 拆成了這個八項 每一項都是可以被檢驗的 可是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檢驗 那你們可以回去想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如果你沒有被他說服 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那什麼地方的確是無法拒絕的 確實是有道理 那他第一個命題是說 愛一定是你愛某一個對象 love of something 是愛某一個對象 你不可能說我愛 你愛什麼沒有辦法說出來 明明是愛什麼東西 love of something love is love of something 對不對 第一個命題 看起來好像很正確 第二個命題就是說 好 如果你愛某一個對象的話 事實上我是不是可以講說 你事實上是很渴求那個對象 你design 你想要那個對象 你有一個欲望想要他 不然你不會覺得你愛他 品羽跟婷偉在一起的時候 只要婷偉沒有在身邊 他就非常非常想念他 想要跟他在身邊 即使婷偉在他身邊 品羽還是非常非常地想念他 因為他覺得婷偉有一天還是 明天還是會離開他 他已經開始去想念 明天他的那個離開 所以他就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渴望在背後 你就是非常非常渴望那個人 而且這個渴望 我們要進入第三個命題 如果love是design一個對象的話 這個design是一種想要去possess 想要去擁有對方的一種design 那這個possess他事實上 我覺得是過度下愛 其實你會想跟你愛的那個對方 在一起這件事情啊 他其實不一定是佔有對不對 也有可能是你融入了他 對不對 你看在我們文本裡面 是用你融入了他 這個就在一起多分 就是說你事實上 如果有一個這個 諸神之一的一個工匠之神 問你兩個說 我把你們兩個融合在一起 你覺得好不好 然後他們就會說好 你想要融入對方對不對 你想要和對方合而為一 對不對 所以這個渴望是想要跟對方永遠 想要跟對方在一起這樣 非常非常密切的這個在一起 這大家 如果大家同意這樣一個命題的話 愛是一種樂切的渴望 而且這個渴望是 你想要跟你渴望的那個對象 在一起 就是在一起這樣 而且越密切的在一起越好 永遠在一起越好 一刻都不要離開最好這樣 好 那第四個命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命題 就是說 當你渴望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是因為你缺乏那件事情 才會渴望那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把愛理解成 desire 渴望 渴望的話 愛裡面一定隱含著 你欠缺某些事情 desire一定意味著你欠缺那個事情 才會desire它 所以啊 在一起之後就不會愛了 對不對 你原本追求這樣一個人 非常非常渴望他 那最後你們終於在一起了 那你已經擁有了他 那是不是你的desire就消失了 如果按照這個命題來推的話 對不對 因為當你很渴望一件東西的時候 一定是因為你沒有那件東西 你想要一個玩具 你想要做哪件 你想要玩寶可夢這樣 那當你一旦玩到寶可夢之後 你就不會有那個強烈的desire說 我要玩寶可夢 你已經在玩了對不對 你在玩的時候你是很開心的 你不再會去感受到那個desire 所以你也不再感受到那個love了 對不對 如果love是desire的話 它裡面一定蕴含著 你是欠缺那個東西 所以你想要擁有那個東西 可是當你擁有這個東西之後 你處在什麼狀態 蘇格拉底就說 那就是happiness 那就是很快樂的狀態 可是你的愛和那個欲望 也就消失了 可是事實上蘇格拉底有反駁 迪歐提瑪這樣子的說 他就講說不對啊 你看那些 比如說那些那個 很喜歡自己 比如說跑得很快的人 他還是 還是會很想繼續跑得很快 對不對 那你跟一個戀人在一起之後 你事實上還是會繼續喜歡那個戀人 我們事實上 我們的愛和抵戰 沒有因為你真正獲得那個東西之後 會消失啊 對不對 你很想擁有一個房子 你擁有了它之後 美麗的房子 你還是會 還是很愛這個房子啊 你不會因為你擁有了它之後 你的愛做一個desire就會消失啊 可是迪歐提瑪就回答說 你錯了 當你跟一個戀人 或是跟一個你喜愛的房子在一起的時候啊 你事實上會繼續喜歡它啊 其實是因為啊 你還沒有真正擁有的擁有它 對 你還是擔心有一天你會失去它 所以你的desire並沒有獲得真正的滿足 所以你才會繼續愛它 今天這個品羽跟提瑪都已經在一起了 對不對 他為什麼還是講到那麼強烈的desire和love 沒有辦法被滿足和平行 因為他擔心他的愛沒有辦法獲得穩定的滿足啊 他擔心提瑪有一點會離開它啊 他擔心這個 他擔心這個 這個他的不理獨 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現象啊 所以說 如果你 你進入了一個 你很愛一個對象 你跟那個量真的在一起了 對出來來說 desire它作為一個欠缺某樣失誤這個狀態啊 它並沒有改變 你雖然跟它在一起了 可是你永遠還是欠缺 你永遠跟它在一起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才會持續的感覺到 你熱切的愛它和需要它和渴求它 因為你沒有真正永遠的跟它在一起 要不然的話 你擁有它之後 你事實上就不會感覺到你愛它了 事實上就是因為你還沒有真正的擁有它 你才會感覺到你持續的愛它 所以愛啊 它作為一個你想要去擁有對方的渴望啊 它內涵著啊 你想要永遠的擁有對方 所以永遠你就帶進來了 你看這是一個很 它其實是一個並不容易的一個命題 可是大家可以去推銷 其中似乎是有道理的 我們這樣會說我愛你 你愛我 你真的愛我嗎 你永遠愛我嗎 那你可能會講說 我沒有辦法知道我是永遠愛你 但是我現在愛你 你就會想說你錯了 蘇果到底說這樣子愛你是錯誤的 真正的愛一定是一個想要永遠佔有對方的這種渴望 才叫做愛 不然你跟我在一起你就不會再愛我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第六個問題就是說 你愛一個東西啊 一定是因為那個東西是漂亮的 這有沒有辦法 你也會反應說沒有沒有 我今天愛的東西很醜啊 我小時候愛的那幾個男生 大家都說很醜啊 可是你真的覺得很醜嗎 其實我並不覺得他們真的很醜啊 是別人覺得他醜啊 所以其實代表說 你還是覺得他們並不是醜 所以人總是愛美麗的事物 可是人總是愛美麗的事物 這個面題它有點像是天上飛來的 所以我們並不完全能夠完全能夠理解 其實蘇果里也沒有辦法講得很明白喔 你看他講迪歐提瑪在講這個愛 他是兩個神的這個小孩對不對 一個神是資源富老的神 一個神是非常貧困的神 所以他們生出了愛 所以愛就屬於這個資源豐富和貧困之間 他是屬於中間一樣 是美麗在哪裡 你知道迪歐提瑪怎麼去解釋美麗在哪裡 美麗是因為他出生那一天是阿富羅代帝的生日 所以他會去寫愛美麗的事物 Monsense是怎麼貴的 你這樣解釋愛美麗的事物 他還開拗的嘛對不對 但是他其實裡面是有 後來有稍微解釋的對不對 他就講說 你在愛的這個體驗裡面 你會想要去創造 可是創造這個體驗 它其實是一種神聖的一種體驗 因為你從無中創造出有的東西出來 任何的創造都是一種神聖的體驗 那你如果想要從無中創造出有的東西出來 一定是因為那個神聖的這個感受 讓你去體會到美這樣的一種經驗 神聖和美中是在一起的 這樣子是把這個問題推到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神聖和美中是在一起 不過他總是多說了一層 因為裡面有創造這樣一種感動在裡面 那創造它事實上是有某種神聖性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 這個創造的經驗裡面 一定是要有美在裡面 我才會想要去創造這樣 好 不管怎麼說 這個命題就來了 你一定是愛美的東西 好 再來第七個命題是說 愛美的東西啊 那很好啊 我愛美麗的身體 我愛美麗的靈 我愛美麗的詩歌 可是美是美 但事實上還是有很多其他美好的事物 我們不會說它是美啊 對不對 比如說 我很想要學各種語言 我很想要擁有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大概不會說那些事物都是美啊 所以你要怎麼把愛是賣美的東西 這件事情啊 把它廣闊延伸到愛 它一定是愛任何美好的事物 所以下一個命題 事實上是一個這個 也是一個不容易接受的命題 就是說 因為任何美好的事物一定是美的 所以愛呢 如果一定是愛美麗的事物的話呢 愛也會愛任何美好的事物 好 這個中間這個論證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就是這樣 那重點是到底什麼是good 那這個good對你來說它的意義是什麼 事實上good這個詞彙 它是一個這個在西洋政治哲學裡面 一個非常專有的一個詞彙 它不只是我們所謂的說的這個public good 公共財而已 它不只是某種財 好像某種物理性的東西 不是 這個good這個東西 這個有非常豐富的意涵 不過它的主要意涵是說 每一個人在你一生當中 你會追求任何你覺得美好的東西 它們都是good 那你之所以追求這些美好的東西 是因為啊 你想要擁有一個快樂的一個生命 你想要擁有一個這個蓬勃的生命 你想要擁有一個這個 生活的非常的這個 這個良好的一個生命 所以你去追求這些good 要怎麼去講呢 來看什麼叫做good 壞意思的good 任何你想要去追求的東西 它都是一個good 所以任何會吸引你 會讓你想要去選擇追求的東西 它都是good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去吃排骨飯 我想要選擇這家的排骨飯 而不是那家的排骨飯 那這家排骨飯對你來說就是good 它特別的吸引你 會想要讓你去選擇去追求它 或者說你今天想要去考一個語言檢驗考試 那你就去準備考試 你就去追求到這個語言檢驗考試的這個成績 那也是一個good 你今天很喜歡這個男生或女生 你去追求他 你追求到了他 那他也是一個good 直接都是good 你生命中你覺得美好的事物 你想要追求的他都是good 而且這個必須要是吸引你的事物 如果這件事情不吸引你 比如說你老爸媽就說 你就是要準備這個考試 我叫你準備這個考試 你才能夠去得到什麼什麼東西 可是你就是不想準備這個考試 這考試一點都不吸引你 而且這個考試之後的那個目標也不吸引你 可是你老爸媽還是叫你去做 那個就不是good 任何good都一定要吸引你的東西 它有某種主觀性在裡面 它要能夠吸引你 如果它不能夠吸引你的話 它就不會是good 如果它現在暫時不能夠吸引你 但是我如果能夠跟你解釋到 讓你覺得它其實應該是要是吸引你的 那就成為了你的good 對不對 所以你追求任何good的目的 其實都是為了自己 你追求語言檢驗考試 追求這個 學更多的語言 追求這個 想要有一個男女朋友等等等等 你是為了你自己 你不是為了老媽對不對 你也不是為了你的朋友 你是為了想要美好的活著 有了這些good 人生的這些good之後 你會覺得生活得很美好 你為了快樂 你為了擁有一個蓬勃的生命 你才會去追求那些good 所以我們來看 什麼叫做good 我們可以把我們認追求的good 變成三種 一種是純粹工具性的 你追求它並不是因為你擁有它本身 你就覺得很得意很高興 而是因為它能夠帶來其他的good 所以它只是純粹工具性的 所以醫藥 良藥苦口 很苦的藥 你不是純粹因為吃藥感到快樂 感到你過了一個美好的生活 不是 而是你想要藥帶來的其他的這個效果 對不對 你想要藥帶來這個健康 還是你真的想追求的 所以藥它就只是一個工具性的good 金錢 它應該也是一個工具性的good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了 就是你擁有金錢的目的 是為了你要去擁有金錢 能夠帶來的其他東西 對不對 那 除了工具性的這個 純粹工具性的外 我們看到說某一群good 它所謂這個 人群性good 人群性good 就是說 它內在本身就有 非常能夠讓你獲得快樂 獲得一個蓬勃的生命 獲得一個美好的人生的特質的good 你擁有它本身 就能夠帶來一個快樂的生活 並不是為了它帶來的其他好處 你擁有它本身你就是快樂 所以你是 就是for its own sake 為了它本身的去追求它 而不是它為了它帶來的其他好處 也去追求它 這我們把它叫做intrinsic good 什麼叫做intrinsic good 我們可以舉例 比如說 你既然很喜歡下棋 你覺得在下棋過程當中 可以充分發揮你 你對棋的各種了解和能力 你的這個推理能力 你的這個戰略能力等等等等 你在下棋當中 你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各種能力 所以你下棋本身你就非常的快樂 你下棋不是為了其他任何的問題 你不是為了成為天下第一棋王 或是去賺錢一樣 你下棋本身就非常非常快樂 那下棋這個活動 它就是你的intrinsic good 那對於雅典公民的政治環來說 當然做一個勇敢公民本身 它就是一個intrinsic good 你在做一個好公民的時候 你要從事各種政治活動 你在各種政治活動的時候 你表現出 你作為一個公民 該有的那些德性和品質 那你在exercise那些品質 勇敢 或是公正 那你在exercise這些品質的時候 你感到快樂 就跟下棋一樣 在exercise你的這個自信的能力 你感到快樂 所以你作為一個勇敢公正為民 你並不是為了什麼私人的其他的好處 你就是因為在做這些事情 你本身就是感到快樂的 我們會說那個是intrinsic good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區分兩種囉 那還有第三種當然就是 它同時是intrinsic 又是intrinsic 又是intrinsic 比如說 你的健康 你擁有很好的健康的時候 事實上你本身就是快樂的 可是健康也能夠帶給你 讓你能夠去做其他的事情 對不對 你能夠聽 能夠看 能夠思考 這些事情本身就是快樂的 可是它也能夠幫你去獲得 其他的不是他本身的事情 所以它同時是intrinsic 又是intrinsic 又是intrinsic 對不對 那我們把棍成這個三類之後 我們大家就能夠了解 什麼叫做棍 就是到底 戴奧羅裡面講的棍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 那 有一個 有一個古西亞人他們追求的一個 一個 一個狀態叫做 Eudamonia 它是一種 覺得人最圓滿的一種快樂的狀態 Full Happiness 他們會認為說 在所有人類追求的棍裡面 最高的一種good 是你能夠獲得一個最圓滿的快樂 當你有一個最圓滿的快樂狀態的時候 你其實是擁有了所有最關鍵的good 還有你個人覺得最重要的good 你擁有了所有了 所以它是complete 而且comprehensive 而在擁有這些good之後 你會覺得你是self-sufficient 你是完全自主的 你再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東西了 這樣你是一種最快樂的狀態 Eudamonia 或者happy life 或我們也把它說成是一個living well 或是happy life 或是一個flourishing 一個蓬勃的生命 這些東西啊 happiness living well flourishing life Eudamonia 他們其實是同一組織 他們在紫色 就是一種最圓滿的一種 人生的一種情境 你所有的good都有了 可是你所有的good都有了啊 他並不只是代表說 你擁有了財富啊 你擁有了家人啊 你擁有了好的工作啊 他也包括了 你有一些intrinsic good 你也有了 你人生在從事某些活動 讓你覺得非常的快樂 那這些活動可以 一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對不對 那當你所有擁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古夏人就會說 那你就是一個真正快樂的人 那我們通常所說的pleasure啊 pleasure就愉悅啊 pleasure跟快樂相對比的話 pleasure它就是一種 你心理的一種主觀的心理狀態 我今天非常的愉悅 我每天就不愉悅了 它是一種非常短暫的感受 pleasure是一種感受 可是如果是happiness 或是Eudamonia的話 它不是這種非常主觀的個人感受 它是必須要你有非常實際的那些good 你有一定的財富很好的 你的家庭 很好的工作 你喜歡的工作 你喜歡從事的活動 等等等等等等 你就是一個happy life 它不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心理感受 這樣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們要去講回到這個東西來 當這個Diotima他說 你如果追求任何 愛任何的東西的話 你一定是因為那個東西是一個good 當然就這件事情就是 時候他是在說 你追求那個事物 你追求挺尾或是評語 你追求他 他能夠拉給你帶來這麼多的痛苦 這時候你要去反省說 事實上你想要擁有他 再也要跟他在一起啊 最終你是把他當作是一個good在看待 所謂的good是說 你是為了你自己 而想跟他在一起 你是為了你自己的快樂的生活 圓滿的快樂的生活 為了你自己的這個 尤打摩尼亞 而去跟他在一起 當你能夠意識到 你跟他在一起這件事情啊 是這樣的一種good之後啊 你就會發現啊 你對他的愛 他對你的意義啊 跟你生命中其他的good 就是同一種類型的東西 你跟廷尾 就算愛得死去壞還在一起 你有一天還是會發現到 你的家庭 你的父母親對你還是一個重要的good 你還是會想要擁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你還是會想要這個幹嘛幹嘛 完成你心目中的一些理想夢想 那都是你的good 沒有一個可以欠缺 因為你在追求的是一個完美的 快樂的 完整的一個人生 所以廷尾這樣一個人 他的這個愛 他其實指引人生中 追求你這些good的其中一部分 最終你是為了你自己 為了你自己的快樂 而去跟廷尾在一起 所以當迪歐廷馬說 你一定是在追求somethinggood的時候啊 他其實在講這件事情 你是為了你自己的生命中的完整的美好 而想要去擁有它 所以你不要忘了你自己啊 你如果擁有它的時候 你會完全失去自己 失去對自己的控制的話 那就並不是你真正想要追求的一種狀態啊 那你就要去反省你的這樣子的愛 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愛這樣 而且這句話上也在回應阿里斯多芬 阿里斯多芬會說 你愛的是你上一輩子的那個 被切掉的那個對象這樣 所以這意思是說啊 你上一輩子被切掉的那個對象啊 其實他是一個很邪惡的一個人 小氣自私 然後非常邪惡 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顧一切犧牲別人 他甚至缺一隻眼斷一隻腳啊 不管怎麼樣 只要他是你上一輩子那一半的人啊 你這輩子就是想要他 按照阿里斯多芬的說法是這樣子的 你就是想要追尋上一輩子 那個命定中的那一半 所以他不管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都是想要他 只要你聽話說 那要拿五顆零 你如果真正愛一個人 你並不會真的愛他的全部 那是假象 你真正愛一個人 你只會愛他生命中美好的那個部分 對不對 你愛廷尾 那是因為廷尾 他是班上的這個籃球選手 所以他的身材非常的好這樣子 對不對 可是他有一些很糟糕的這樣子 他很喜歡抽煙 你很討厭抽煙的人 所以你不是愛他的全部啊 對不對 而且他很喜歡放屁 那你其實很不能夠忍受放屁 所以你要去改變他 改變他的飲食等等 你不可能喜歡一個人的全部 所以愛廷尾是錯誤的 你不只是在找尋一個 原來的那個一半而已 你事實上在找尋的是一個 美好的那個東西 你事實上愛一個人啊 你愛的是他 他作為一個人 身體或是靈魂 你愛的是他 身體和靈魂中美好的那個部分 你只會愛美的事物 你不會愛醜的事物 這個時候這個愛玉門力量就出現 因為他反駁了也是多分 對不對 你不會愛 你只會愛美麗的事物 假的 今天他如果真的斷手斷腳斷缺眼 事實上你會 你會把他視為是美麗 你如果不會認為他是美麗的話 你就不會跟他在一起 可是如果他今天真正人格很邪惡 你無法認為他是美麗的話 你就一定會跟他分開 你不會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只會愛美麗的事物 你不會去愛一個醜的事物 所以你並不是在追求你的另一半一錯了 只有提馬就這樣回亞里斯多芬這樣 而且你要的那個美麗的事物 他其實 真正你要他的一個原始動機 是因為 你希望你的生命是快樂的 是一個豐腦的豐富的生命 是一個過得非常好的一個生命 所以他是你生命中諸多good的一部分 而是這樣去愛他 對不對 這是把愛理解成我們總是在追求good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命題 他其實就是你生命中美好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些湊起來 愛他是一種欲望沒錯 而且就是欲望總是想要佔有沒有錯 可是他總是想要佔有是something good Word一直是說他是這樣子的東西 他是這樣子的東西 他是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當這個迪歐提馬說 For happy life 的時候 他是在講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們這個要去組一個team 要去勸說這個品魚 之前我們先做了一些預先的這個準備 那再一個東西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迪歐提馬會說 現在你知道愛是什麼 可是什麼東西 在愛著這個活動裡面 你知道嗎 說來也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什麼東西在愛著這個活動裡面 迪歐提馬會說 我們原本說 愛是愛一個對象 那個對象 是你想要永遠擁有那個good 那個美好的這個事物 可是愛不止如此 愛還包括 你在愛這個活動裡面 你會想要去生產創造出東西出來 而且生產創造出美麗的事物出來 愛一定包含你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跟一個 你跟一個這個男女朋友在一起 你們出去玩一定會想拍照對不對 拍照是一種創造啊 那甚至你想要把拍的照 做成一個本質做紀念 那是一種創造啊對不對 或者是說你今天這個MSN給他 MSN現在有什麼Line給他 對不對 那你這個Line裡面 你有各種這個戀人的話 讚美他對不對 然後丟一些很可愛的圖案 那是一種創造啊 你丟圖案的時候不是亂丟 你丟一個你心中覺得 最棄合的這個圖案 那也是一種創造啊 為什麼你遇到一個戀人 你這麼喜歡他 你感受他的美麗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創造呢 那對丟圖案是這樣子的 他的論述是怎樣 就說 當你遇到一個你身甘美麗的東西啊 你自己也會想要生產出 美好的事物出來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孕在身 每一個人都是懷孕的 就是大富翩翩 不是你的身體懷孕 就是你的靈魂懷孕的 那你這個懷孕是一個 隨時在懷孕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今天看到一幅美麗的畫 一個非常非常精彩的電影 或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這個山水 去踏青 你就會想要 say something create something beautiful 對不對 你想要去說 想去創造某一個美麗的事物 來去呼應這樣一種感受 所以剛剛每一次你就想要生產 那是因為你已經懷孕了 而且你這個 這個創造的過程 它並不是隨便創造 它是想要從你身上啊 再生產創造出一個新的自己 的一個過程 你看這個 Diotima說得非常好 它說得非常接近當代的 這個新陳代謝說 對不對 就是說你所有的這個細胞都在死掉 那你每天都在生長新的細胞 那你所有的知識都在死 都在忘記 那你都在不斷的重建新的知識 反正是透過一個不斷的重建 和失去過去而延續自己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如果死掉之後 你要怎麼樣延續呢 那延續的方法實際上也是在 透過重建自己的方式 即使你的肉體死掉 某種意義上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能讓你再延續 所以這個作品啊 當你在創造出來的時候 你會希望它能夠比你的生命 保存存在的更久 而且這個作品 意義上代表了一個 你最深的自己 它擁有你的identity在裡面 你看當河馬 跟他的這個女性私人伴侶 兩個人相連而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創造出一個 最美麗的史詩 這個史詩永遠 我們看到他就知道 這個是河馬 和他的這個戀人 生產出來的作品 永遠帶著他們的身份的印記 永遠這個傳下來 也代表他們最深的那個自己 那你看 當你在創造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作品 它反映了某種 你對於這個美麗的事物 最美好的這個感動 那這個作品的持久 它意味著啊 某種你和這個美好的事物 好像永遠在一起一樣 今天你看你的這個戀人 出去這個遊玩拍照 然後後來把那個拍照 洗出來做成一個照片 做成一個相片本 你想幹嘛 你們會意義上 你在重新創造出 你們出去玩這個感動的這個過程 對不對 而且這個作品 事實上是你親自選出來的 各種各樣的東西 你選擇這個顏色 選擇這個花紋 選擇這樣子的擺放 它反映了你自己非常深刻的一個自己在裡面 這是你做的 而且當這個東西 一直有權保存下去的時候 就彷彿 你們當天出去玩這個回憶 它永遠的保存下去 彷彿你變成一個不朽的 和你深愛的那個美麗事物 永遠在一起 對不對 當我們在愛的時候 遇到一個非常非常美麗的東西 感到感動的時候 非常非常美麗的戀人的時候 你會有這種創造的這樣一種衝動 會不會有 會有 應該有吧 對不對 好 有趣的地方是在於說 當你創造出那個作品之後 那個作品會反過來去改變 觸發你 讓你一起會到 其實你那個愛的對象 是一個更高的一種東西 而不只是原本那個東西 它會讓你的愛 能夠變成 愛一個更統一更和諧 更廣闊的一個對象 那你的愛 因此呢 就獲得了某種治療 獲得了某種轉變 獲得了某種提升 我們來看 這樣子一個圖 你看是這樣子的 你看喔 如果我們今天去跟這個品渝講說 我們知道你這麼愛品尾啊 那你要不要試著創作看看呢 就是說 你把你對品尾的這個感受 你把它創作出來 那品渝他其實還蠻喜歡畫畫的 他就想說 那我來畫這個品尾的這個身材身體 我很喜歡他的身材身體啊 他就畫 他很迷戀這個品尾 他就畫了各種 這個品尾的各種側面正面啊 表情啊 各種各樣身體的這個形象 對不對 他就創造了 所以他創造了某種Discourse 是About 這個品尾他身體的美 對不對 可是啊 當他在去探索 那個品尾身體的美的時候啊 他為了要去把那個身體畫得更美 他就去開始搜尋 怎麼樣去畫出一個美麗的身體 他就去上這個美術課 然後老師就給他們展現 古典這個雕像的這個身體之美 對不對 而且老師給他們看啊 你看啊 身體之美有很多種 之前那個奧運比賽啊 你看跳高選手的裸體是長這樣 他有沒有看到這個網路上這個圖片 非常的動人 你看這是跳高選手的身體 這個是足球選手的身體 這個是MMA選手的身體 每一個身體 因為他從事不同的運動都長得不一樣 都各有各的美 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品尾他去探索這個 這個品尾身體的美 想要去創造出那個對美的那個感動的過程當中啊 他其實不斷在去掌握的是 什麼是一個身體的美 那個美的形式的本質是什麼 他有各種各樣的形式都是美 有沒有一個統一的 做一個美的身體的形式在背後 讓我能夠知道那個是美 他在探索這樣一種 做為身體的美的形式的統一性 和諧性 還有多元性 還有豐富性 對不對 當他去畫這些身體的美麗的時候啊 當他做這個創作的時候啊 所以這些創作就回來改變了他 讓他意識到 其實啊 挺尾身體的美 只是身體的美中的一種 只要有很多身體的美 是很值得去喜愛的 那個隔壁的那個尾輪啊 他是一個這個體操選手 所以他的身體的美是怎麼樣 然後在隔壁的那個誰誰誰啊 各有各的美 他開始能夠欣賞各種男性的美這樣 然後他會去看男性的體育雜誌這樣 這個挺尾就覺得非常驚慌 你怎麼去看那麼多男性的肉體啊 可是你可以想想看 挺尾原本對他肉體的這樣一種執著 和那個非常obsessive那種獨佔性的愛 就開始慢慢被解放釋放出來 變得比較輕鬆 事實上很多男生的身體都很好 不只是他的身體很好 所以挺尾身體的美只是眾多美的 其中的某一種特殊的形式 我還是愛他 可是我的愛變得比較穩定 因為我知道即使我今天失去的挺尾啊 我跟那個足球學手在一起 我會覺得開心 有各種各樣的美在裡面 如果我想要的是身體 就是說我想要挺尾的身體這件事情 我並不是要他身體的全部 我要是他身體中的美好的那個部分 如果我是要他身體中的美好的部分 我就會去探索什麼叫做身體中的美好的部分 我就會發現身體有各種各樣的美好 對不對 這樣我的愛就獲得比較寬廣的一種提升和釋放 我就不會這麼執著在他一個人身上了 所以你創造出來的東西回頭改變了你 對不對 讓你的愛變得更提升了 是不是 我們大家看這種 你看喔 當 他的論述是說 當你能夠去體會到這個各種身體的美 都是美的時候 你就會跳一層去感受到說 靈魂事實上是比美更值得追求的 美麗的靈魂一樣 就是說今天這個品魚發現 其實真正比起來 亭偉的身體沒有隔壁那個練這個 MMA的這個選手 或是那個主角選手來的真的這麼好 但是我沒有關係 這個亭偉還是很多地方其實是更好的 我其實非常非常喜歡 還是非常非常喜歡他 就他身體其實不是最好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更好的 他的靈魂我覺得我非常非常喜歡他 比如說亭偉他玩BAN 你看多麼的可愛對不對 而且亭偉他因為他玩BAN 所以他非常的知道怎麼樣打扮自己 所以他的頭髮非常的漂亮 他知道怎麼樣 而且他留了一個長髮 你知道有美好靈魂的人 才會真正知道怎麼打扮自己 他會讓自己的身體也變得美好起來 這是靈魂比身體更值得追求 一個很重要的key point 所以不能笑 還有這個亭偉他非常可愛 他非常喜歡植物 所以他號稱有綠手指 有綠手指的人就是說 他不管照顧什麼植物都會活起來 像我就完全沒有綠手指 很多種植物都會死掉 有些人就照顧什麼植物都會活起來 但是有綠手指 這是很驚人的一種靈魂的美麗對不對 而且請問他很喜歡看DVD 他蒐集非常多DVD 而且他每次跟品瑜看電影的時候都說 我們不能看第四台 第四台有廣告 廣告會破壞一個電影的美好 我們看電影就是要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不能吃東西 吃東西會破壞電影的美好 我們要把這個周圍的燈光 調在一個最美好的中間 就一口氣看完這一個半小時的電影 他是真正懂得怎麼樣看電影的 你看 人家不喜歡廷尾還能夠喜歡別人 你知道嗎 你就發現他的靈魂 事實上比他的身體更重要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他還是很迷戀這個廷尾 還是放不下 還是這樣又鬱鬱刮歡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再試著創造看看 你把你對於這個廷尾的這個靈魂的美 你把他說出來創造出來 你自然會想創造 這麼一個美麗的靈魂 你會想要創造出什麼東西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廷尾他就開始創造 他大概可能寫詩寫歌 去歌頌這個廷尾 為什麼他的靈魂這麼的吸引他 但是當你去這麼認真的去探索 為什麼他的靈魂吸引他的時候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很多靈魂都很美好 他們一樣的會吸引你 對不對 那個雖然廷尾在玩Bang 可是隔壁的那位同學 他可能寫程式拿到了什麼什麼什麼 冠軍啊 或是隔壁那個同學 他其實跟福爾摩斯的智慧一樣的聰明啊 所以各種各樣的靈魂的美麗都在吸引你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去想說 有沒有一個完整最完美美麗的靈魂 是我覺得我會最愛的 你就要去探索 什麼樣子的人是一個最完美 最高貴最好的一種人 你就要去捨備所有人的靈魂 什麼叫做美好的那個面向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的愛就變得更穩定啊 你就會發現廷尾的愛 只是眾多美好的靈魂中的其中一種 你還是喜歡他的靈魂 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靈魂值得去愛 所以一旦你看廷尾的分手 你其實並不會覺得失落太多 還有其他的靈魂是值得去愛的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關鍵 就是說你為什麼去感覺到靈魂值得去愛之後啊 會慢慢去轉向呢 你會去愛一個城邦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轉向 我們來看這個柏拉族的這個愛的階梯 你看你從愛一個人的身體 愛到愛很多人的身體 到愛一個人美麗的靈魂 到愛很多人美麗的靈魂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人怎麼家教這麼好 這個人怎麼 這方面這麼好 這麼好 這麼好的時候啊 為什麼他從小就去玩了 為什麼他有綠手指 當你真的驚訝於你身邊 因為我就有這種感覺 會覺得這個學生真是 真是太好 如果他是我的女兒或是兒子多好這樣 要是我生出來小孩 我一定要培養成這個樣子 那時候看到一個人就是覺得 他就是這個樣子好的 這時候你會幹嘛 這時候你會去探索 是什麼樣子的家庭背景 過去的學校經驗 原來他是政大負中的 難怪這個這麼好 不是取利 因為他的家計是這樣 難怪他被培養成這個樣子 原來最終 原來他在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底下 而且我們自由民主 並不是一種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我們會有社會福利 會有全民健保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社會公平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美好的靈魂 他從小到大受到各種環境的 制度的 法律的 政治體制的影響 所以他成為他現在這樣子的一個人 這樣一個美好的靈魂 所以當你在探索 什麼是美好的靈魂的時候 你也會去探索 讓庭尾變成這麼可愛的原因 是因為 從小台灣 教改有部分是成功的 雖然有些不一定是成功的 然後台灣其實自由民主化之後 人其實變得正直很多 不像以前 需要這麼多走後門的這種 這種做法去做 那他的正直 也是跟整個體制環境都有關係 所以你從喜歡他的靈魂 到探索到各種靈魂的美好 你就會去探索 讓這些靈魂得以可能的條件 生產出這些靈魂的社會政治條件是什麼 所以你就會開始探索 你這個政治城邦 他擁有了這些體制 台灣的民主體制非常值得珍惜 台灣的教育改革 有某些地方非常值得珍惜等等等等 台灣的這個健保非常值得珍惜 因為他其實造就了庭尾變成一個 這麼可愛的一個人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從這個 對一個單獨的戀人的愛 轉而去擴大發現說 其實能夠塑造出這些那麼美好的人 其實跟這整個政治體制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的愛就轉向了 你自己的這個城邦 比如說台灣 你會覺得台灣事實上 其實他是很美好 他事實上培養出這樣這樣這樣的這些人 那我覺得這些人這麼的可愛一樣 那你就會探索台灣這樣子一個城邦的這個 單獨這個城邦的美好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到了要畢業的時候 庭尾就說這個 我們就要移民出國去美國了 那事實上我家很有錢 所以我想要說 我們也出錢讓你來念 美國念碩士班這樣 那之後你就在美國發展 然後跟我一起在一起這樣 品瑜就拒絕了 還有講說 我們因為探索了你的靈魂的這個美中 我瞭解到台灣是一個 這麼美好的政治教育社會體制這樣 所以我現在非常非常的愛 這樣子一塊土地 所以我要更瞭解這塊土地的美好 而且我想要去改善他改革他 所以我不想要移民 我沒有辦法移民這樣 去美國念書可以 可是我最終還是要回答 我想要為這塊土地的奮鬥這樣 我想要繼續探索他的土地支度怎麼樣 為什麼可以造就出這麼多可愛的高貴的人這樣 所以他就選擇了這個 繼續念政治學的碩士 對 可是他在繼續探索這些政治社會 然後他就開始探索各種政治社會 人文的學問 他覺得培養出一個美好品 可是這樣需要各種各樣 所以他去學政治學 經濟學 人類學 社會學 外文文學 文學等等 他就探索所有的社會科學 就覺得這科學實在是太有趣了這樣 對不對 然後他從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有趣 他就發現啊 其實不只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有趣沒力 自然科學也很有趣啊 量子力學很有趣 統計學很有趣 對不對 神經科學很有趣 他可能要所有知識的美好 事實上那個美好是有點 more or less 是一致的這個美好和美麗這樣 然後他如果再去了解這些美 事實上配合還有更高的統一性的話 他就會去再往上爬一層 去探索美本身的美好 是不是有一個最高的這個美善的 這個最高的這個存在 是因為他的存在讓所有事情變得美好 他說再往上一層 這時候他就變成哲學家了 這時候他就變成哲學家了 所以說你可以從一個戀能一直往上爬 到成為一個愛國家的人 到成為一個愛知識的人 可能變成一個學者或是一個知識創作者 可是你是一個科學家 對柏拉圖說還是不夠 如果真正了解所有知識的統一還美好的話 事實上你會去追求哲學 因為哲學家是看到所有美善最完整的那個東西 在最高的上面這樣 所以美本身有這些特質 這些分子相對上比較容易這樣 所以我們獲得理解是什麼 我們獲得理解是說 品於事實上在喜歡庭尾的時候 一開始啊 他愛的就不是他這個人 而是他這個人身上美好的部分 而不是他的全部 而且他在往上追求過程 他會發現啊 他自主之後 他其實愛的是這個世界所有的美好 而且世界所有美好的合一性 而且追求世界所有的美好 他是為了他自己本身美好的這個生活 所以他原始對他的愛啊 其實最終都是為了超越他 為了能夠看到最高的那個美好 美善本身的那個放出出的那個光芒這樣 而且他每往上爬一層啊 他的愛就變得更穩定 更少依賴更滿足 而且更遼闊更完全 對不對 他能夠掌握了所有的美善在上面 所以秦瑋他只是所有美善 整個世界美善其中的某一個 特殊的一種 一種這個實現 而且他還有很多缺點 因為他有很多缺少其他的美善這樣 對不對 所以他最後是這樣的一個境界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那我問你 當他變成一個哲學家 愛的那個美善 他整天在研究那個美善的哲學的這個論述本身啊 那對華盧蘭說 這時候他生產出來的這個virtue 就是一個真正的virtue 所以真正的哲學家 他生產的東西 是他真正的具有德性的這個行為 他成為一個真正完全公正的這個人 好 這樣一個人啊 他也是一個戀人嗎 他如果已經生愛哲學的話 他還會愛庭位嗎 庭位對他來說 他的意義是什麼 原本我們那個愛 具有那麼強烈的毀滅性和創造性 如果我們一路往上走啊 把那個愛的毀滅性都消失了對不對 因為你往上一層之後 你就愛就變得更穩定 你就更 不完全依賴於你原本那一層的那個對象 越往上 你又不完全依賴於下一個對象 因為你越來越自我存在 因為你最愛的那個美本身 是完全不會變 不會消失 永遠在那裡 所以你永遠不會覺得無法滿足 你永遠真正的擁有了它 所以這個愛是最穩定的這樣 也是最完整 可是這樣一種愛真的是 真的是我們能夠認識的這個戀愛嗎對不對 我們不會想到我們的愛 能夠提升成那種境界嗎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想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看迪歐廷老師會說啊 如果你想要訓練成 一個人成為真正的哲學家 或者一個真正的愛台灣好的公民 你就要讓他從 這個階梯的最底層開始爬起 因為如果這個人他從小愛的是錢 他這輩子就不會是好公民 或者是一個好哲學家的 如果你能夠讓他在年輕的時候 愛上一個戀人啊 你就有可能讓他從這個截體往上爬 到最後成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政治人物 或是非常好的一個哲學家 或是一個學者這樣 所以我們會問說 難道這是唯一的一條路徑嗎 為什麼要從一個好戀人開始 然後再加上一個愛的論述裡面 什麼缺乏的對不對 像一種愛 它真的能夠幫助我們去治療我們 對城邦那種樂切的愛嗎 或者說 當我們在做這些反省之後 什麼樣子 這個愛的論述裡面 什麼樣的東西我們會想留下來 愛的創造性我們會想留下來 愛的痛苦我們可能會想留下來 那有什麼東西我們就想再加進去 大概就是這樣 好 我們之前唱歌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